朝上人的中秋少不留一种水果 它就是灵芹 朝上灵芹抗张灵 张灵灵芹抗杰家庄 今天来到陈海张灵 灵芹学名方栗枝 也就是释迦果 原厂地不是我们国家 据当栗人介绍 200多年前泰国的活球 把它带到张灵这边种植 没想到张灵这边种出来的灵芹果 大肉厚甜度高 甚至还有人说比国外原厂地还好吃 灵芹是一种非常旧贵的水果 从小它就被小心呵护 每一个都要套上这种网袋 因为在那时候没有人家 我们就很想要吃灵芹 我们就很想要吃灵芹 吃灵芹就吃灵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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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灵芹也很难做 种植我之前托张灵的朋友 给了我10颗果苗 种在我鱼塘那边 结果没有一颗活的 16日的灵芹的蒸芹就是啥? 4粒3粒 不是蒸芹的蒸芹吗? 2粒粒粒 好嘞,有什么灵芹就吃灵芹的粒? 只能 sulfさ 6粒粒粒粒 昂儿粒粒 2粒粒粒粒粒不 外皮和 fear 鲼粒粒粒 Muy 这粒粒粒粒粒粒 今天久很 uncommon 自动粒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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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y go 成熟的,成熟的灵晴按下去有点转,有些会开裂 像这样的灵晴,一个都是一斤多 正常来说,灵晴的个头越大,价格越贵 根换你那些根换,好吗? 灵晴的味道非常香,口感像冰淇淋一样 现在我们来到张宁这边的灵晴酒鱼市场 正常,果农种果园,把灵晴果采采之后都会拿到这个市场来卖 像这些太熟的就比较便宜一点 要穿不厉害 你这一粒吗? 不,这一粒吗? 这一粒吗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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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有蔬果! 这粒粒呢一粒吗? 一粒一粒 prob的 这粒粒不是这一粒吃吗? 这粒粒 粒粒只有10粒 Scheun 10粒 都得到洞 多拟유 你叫做薄冰锡刷吗 薄冰锡刷 你叫做薄冰锡刷吗 薄冰锡刷吗 林晴季节很短 一年也只有两个月左右 现在正是吃林晴的季节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看 好了今天林晴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去买混猪酒洞回家